因为当代的年轻人总是说很容易焦虑很容易阴谋 你觉得就是当代年轻人容易焦虑阴谋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焦虑的 没有什么好阴谋的 因为我感觉就是没有什么 除了疫情比较焦虑一点 其他都没有什么好焦虑的 太无聊了咋 因为太闲了所以会去阴谋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可能大多数会来源于工作这一块 因为现在可能在大环境下 因为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的很难以生存这一块 对于大部分的职业来说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年轻人会一某的一个点 我觉得也是出于工作上种种原因 感情工作都会吧 还有学业上 感情方面跟复杂的人际处理关系方面都会存在于 就是说会有想不通或者是很烦恼的时候 因为现在出社会了 关系没有说在学校里那么简单 我觉得其实事情倒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主要是很容易被身边的这样的抑郁的环境给影响 想要的太多然后得到的太少吧 还是得提升自己能力吧 情感啊工作上的问题 那你在工作上生活上没有遇到一些像不开心的事或者教育的事情 会有困难但是不会说去焦虑或影响 在工作上吧 有关因为很不了 有的因为我是做教育行业的经济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这个大环境下面疫情下我不能去上班 然后就也是一个外地来的就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 嗯可能目前来说工作上面交易的点会比较多 因为压力会比较大一点